就包括这次中共的19届六中全会 他那个公报 我不知道你看了吗 我没看 但那个是个大新闻 那个公报我是看了 我不但看了 我很认真的看了 是打印出来自己看 然后他那个记者发布会 我也听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我是1.5倍速听 可能说的比较慢 这个整个的你看下来 他在强调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六中全会 这个会议的公报 他强调的是 我们还要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非常明确 整个这个公报 我算了一下 他是提到了18次马克思主义 我印象里面 从90年代开始 就是从89之后 就是90年代开始 这个时候邓小平退居二线 到今天 从来没有这么频繁的提起过意识形态 就是提起过马克思主义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从这上面看到的呢 倒不是马克思主义 我看到的是 就是说还不得不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就是他们还是把毛泽东那一套 或者说把 我怎么说行 就他还认为他的法理性来源 还是马克思政党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 还是当成他的一个法理性来源 如果你读过这个报告呢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报告有一处纠结 就是你能读出一种纠结感 这个纠结感就是 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在前面 还是民族复兴在前面 就是哪一个是我的 我的法理来源 就是我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党 那么我自己的理解啊 我希望呢 这个中共呢 能帮助我们理解他 我自己的理解 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前面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 说实话 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 又谈跑题了 没有没有 这其实是本来想跟你聊的一个话题之一嘛 因为这也是最两天的一个热点嘛 那他把这个放在前面的话 是不是 我一直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 他是作为一种工具在使用 但是就说 他把这个强调再强调的话 是不是就说这个工具的重要度 又通过这个得到了一种 通过这个决议作为一种信息 来对整个体系作为一种传达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使大家更够更加这种比较坚定 或者说是坚定不移的 去为这个体系的 已有的这些工具的部分去服务 然后做好一个这个体系的 这个分子吧 是不是有这个 我的理解跟你是一样的 那么我在这个报告上的笔记写的 话就跟你刚才说 那个话就类似 谢谢你 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 你的见解是 还是比较深入的 或者说 起码我 我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 在这方面 因为我老听您的节目 所以就听多了 这个 我认为 就是我认为他把 马克思主义放在前面 而不是把 民族复兴和中国 放在前面 这是我自己读出来的感觉 首先 我不是官方的 对吧 但是我相信官方不会给我们答案的 因为官方的表达已经很清晰了 这就是我的理解 并不是说 他真的不想把民族主义的东西放在前面 因为习近平本人是一个典型的 他追求民族复兴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为什么他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前面呢 那就是因为他制党的工具 在民族主义这个范畴内 或者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范畴内 他找不到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文革把我们的文化给断代了 再往前讲 就是共识没有了 我记得我在论庭里面讲过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共识是皇帝 对吧 对 今天有很多人说习想做皇帝 我说那他的智商 那太低了 如果他想做皇帝的话 因为显然今天的中国社会 是个无神论的社会 是个没有信仰 普遍的没有信仰 普遍的道德缺失的社会 你觉得他会尊重一个皇帝吗 就因为你是个皇帝的头衔去尊重你 这是不可能的吗 对吧 因为皇帝之所以是共识 他是有一个天子的地位的 就顺应天道的吗 对吧 老百姓把他当成一个天道的一个项音 或者说 就你神话了 我们讲是你人 但是中国的皇帝呢 我写过专门的文章 但是以后有机会给大家看 中国的皇帝实际上是人的你神话 就像日本的皇帝一样 只不过日本的皇帝不是你神话 天皇在很长时期里 他就是神 他就是把他定义成神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呢 没有办法再在传统文化里面找出一个东西 中共不是没有试过 试过这个传统文化的复兴 什么儒家什么 这个于丹出来胡说八道 说这个儒家的东西 说的完全不对 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把老百姓的这个心 或者说把 至少他不能把党员的心拢在一起 行不成共识 那怎么办呢 以他们的经验 我讲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就是为这个讲的 就是以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这些人的经验 就出生的人的 他们的知识范围 和他们的条件反射的经验 他们的工具箱 那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个是马克思毛泽东政党的 就是马克思政党 就是毛泽东这一套东西 那么自然而然的呢 他就会在马克思主义 这个工具箱里面 去找工具 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个判断 对后面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影响就是说 整党这件事 是不会停下来的 就是把马克思主义 强调的这么大 在我看来 这个信号 并不是要让大家真的去信 马克思主义 而是明确的一个什么信号呢 就是要整党 制党 还要继续下去 那么你整党制党 你总是要有一个名头的吧 名头我们在传统文化里找不到 我们就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找 那么就说你 比如说整党的理由 你贪污腐败 这当然是一个理由 你信仰不坚定 对吧 我们未来会越来越多的 听到这样的词 你的信仰不坚定 你的政治立场有问题 等等等等 搞扇头 这个全是最初的 这个苏维埃政党的那种状态 不仅是毛泽东搞过 列宁也搞过 斯大林也搞过 这就是这个 马克思政党的一种通行的一种 整人 整党的一种工具箱吧 所以呢 是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事呢 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因为我原来以为 会淡化 马克思主义 就是我原来以为呢 是 在整党这个事情上会弱化 但是呢 看起来党内的斗争 还是很激烈 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 一份文件 尤其是在这个 文件当中呢 他整个的这个公报下来呢 是没有谈任何错误的 就是比如说 像邓小平时代啊 还对错误有过反思啊 就是文革是有过反思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公报里面 如果按照这个公报的看下来 那中共是完美的 中共就是完美的 是没有错误的 而且就算是有一些 他也不是说错误 他是说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学 就是就是一个完美的政党 那是一个完全 就是按照我的这个 我正在看我自己做的这个笔记啊 我很认真地读了 他说党和人民百年奋斗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 最辉宏的史诗 那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毛泽东那个诗词啊 就是超越了秦王汉武吗 超越了唐中宋祖吗 我最伟大吗 对定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他对自己的这个定位 是我认为是没有必要定这么高 但是他还是要定这么高 就说明还是信心不足啊 就是我的感觉啊 是还是一个信心不足 而且他写他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那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触 就是得出我刚才那个判断 就是他把他的党的本质定义的 还是马克思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在前面的 而不是一个中国是主体的东西 他只是说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嘛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说实话 我没判断到 我承认我这个水平有限 没有判断到 那么这个信息呢 对我来讲是挺重要的 就是对我判断中国 未来几年的这种 道路的发展啊 就我认为会是收紧的状态 就通过他这份公告 我看到了两个字叫紧张 叫紧张 这个紧张呢 有可能是外部环境导致的 有可能是内部环境导致的 那么更有可能是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都有 导致的他 有点怎么讲 吃不准了 就对他这个党到底团不团结 有点吃不准了 这么一个看法 而且很严重啊 就这个问题 而且他这个公告里面 我还看到了很多内容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几乎断定了资本主义必然失败 但是呢 他的这种阐述的方式很有意思 就是说通篇 就是按照原来中共出这种东西呢 一定是要 要把西方骂一顿嘛 就是叫 我们叫制度的优越性 对吧 哎 可是这个里面没有 他是通过不断的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来突出资本主义的错误性 就是也学乖了 不战狼了 就是我 我不讲你错 但是我讲我对 我对呢 自然你就是错的嘛 因为我 我这种制度才是对的 所以你那种制度就是错的 所以他给人传递的信息 九千万党员也好 十三亿人也好 他想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 我们走的才是正路 西方走的是一个崩溃之路 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东升西降的问题 是一个我们才能生存 他们是一个灭亡的道路 我是这么 我是这么看他传递的意思的 这个口吻 或者说这种姿态有点像 或者说这种传递 给这个体系传递信息的这种 这个信息的这个角度 有点像清零政策 我感觉 很像 很像 清零也都是说 我们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别人是错的 他这里只是说没有说别人是错的 他不断强调只有我是对的 因为厉害了我的国 他也被敲打了 所以这是他聪明的一点 你看我做了很多笔记 他这份报告 他这份报告 我手上有九页 我打印了九页 当天我就看了 然后 好好的学习了一下 他这里面还有一句话说 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好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让我觉得说不通的一句话 是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通病吧 就是最近这些年 党的这个宣传人口的一个通病 就是他说呢 他说 就是他说党呢 就是前面那段话我就不讲了 就是说他说 大概意思就是党呢 科学的回答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发展阶段 根本任务 发展动力 发展战略 政治保证 祖国统一 外交和国际战略 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 一系列基本问题 那么后面呢 就是这 他这个一个句子很长啊 我读的都是斗号结束的 最后他写的是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那么这都整个这段话呢 我的感触是什么 我的感触就是说 让我觉得别扭 可能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呢 和我们所受的西方的这种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用科学回答这个词是不准确的 因为似乎科学这个词放在这里是有点不搭的啊 就是这个不是个科学实践啊 它也不是一个科学实验啊 怎么就说科学的回答了呢 因为在我看来科学的回答 它是有逻辑推演嘛 我们也不能够用逻辑来 严谨的科学逻辑来推演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中共呢 其实不应该乱用这些词 我不知道如果它翻译成英文 老外看了会什么感觉 应该会concute吧 scientifically proved concluded什么什么这样子 但是这里面还有这段话里面 最后的这一句呢 我也有点心里面感觉上有点 有点小小的那种 不知道就是我的感觉准不准 它对改革开放 它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实际上它并不是在表扬改革开放 它是给改革开放降格了 因为它只是把它定义成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招而已 对吧 它没有把它说是一个起到就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反而它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 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 那么改革开放显然它是反马克思的 这个这个是大家是公开的秘密吗 所以呢 它 这个定性呢 我倒不认为说它会走到不改革开放的道路 但是这个定性呢 让我看到了 习近平 先生也好 习近平主席也好 以及他的团队 是从骨子里对资本主义这个东西 判了死刑了 就不会走这个道路了 这个未必是坏事啊 我就先把我的观点说出来 因为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 我也认为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治资本主义这个病的良药 当然了 就说我看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左派 就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很忙活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报告我其实很认真的读了 我认为它有很大的信息量 而且并不隐晦 就中共现在说的话其实已经不是很隐晦了 也很直给了 也很直给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觉得啊 如果关注经济的朋友 希望中国以后还是走市场经济道路的 你们可以死心了 不太可能会走向全面的计划经济 但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我认为没戏 会是一种我们都没有见过的经济模式 我感觉其实我听到这个 就是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 我感觉 然后您还说了这个列宁啊 什么斯大林啊 毛泽东他们都做过 我感觉离运 好像离运动不远了一样 一直在运动当中啊 这个运动从来没有停过呀 对吧 那这个运动 因为这个决议会不会烈度增加呢 我判断 我判断会 但是呢 这个烈度增加在我看来呢 是层次的提高 并不是普遍性的扩大 我想这个话 我说的是比较清晰的吧 就是不是 因为文革是一种普遍性的扩大嘛 对吧 但是呢 反腐呢 这都连打老虎带打苍蝇 也打了好几百万了 这个面够大的了 但是层次上 其实是不够高的 所以说呢 有可能 有可能要动几个 动几个 国家领导人吧 不清楚啊 这个只是谁也不清楚 大家判断 他倒是也提到了民族复兴 但是他确实提的 太少了 就是他提了提了一句说 就是也是在这个 这段话 我我也做了一个笔记啊 我把我的笔记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这段话前面我不说了 就是什么全会提出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等等等等 然后说 全党要牢记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 我就是因为读到了这段话 我就真的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 然后我在下面做了个笔记 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政党 那么要干什么呢 我写的是 要干的是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两件事 我说明一下 这是我自己的笔记啊 就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答案 这里既没有讽刺也没有挖苦 就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判断吧 一个判断 然后最后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呢 是以形白理者半九十的清醒不屑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所以我就想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在 就是我刚开始讲的 他自己对他到底应该把这个党算成是 马克思政党 还是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政党 他心有不干 他心有不干 当然这是我的判断啊 这个千万大家不要完全受我的影响 还是各自还是要有各自的判断 然后他这个这里面呢 下一段话呢 就是又接着来又是马克思主义 就是接着以形白理者半九十的清醒不屑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接下来就是全会强调 全党必须坚持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什么科学发展观 什么习近平等等等等 全说一遍 但是最后他讲的是 就这段话的尾部 他讲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 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就是他还是比较仰仗马克思主义 这个用你的话说 就是这个工具箱的 马克思主义好像用来观察时代 也还行 把握时代能把握得住吗 把握时代 这个东西 他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所以 把握时代需要 可能能用的东西很有限了 但是还是可以扯上边的吧 或者说可以做一个基础工具 去使用 再往上的话 要做点什么的话 马克思主义 估计能派上用成了 就再少一点了 所以 我也是为他捏了一把汗 因为毕竟它是影响中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 他说要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 人民富裕 这个好理解 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挺好 就是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 这个公告可不是随便乱来的 它是要讲顺序的 因为我也参与过政府公文的起草 所以我知道他这个里面是有有说法的 他把人民富裕放在了 这三个指标的第一位 其实他前面有有一大段 就是什么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系统观念 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 这个太多了 然后后来是促进共同富裕 推进科技自强等等 但这些东西我认为 就是在我看来就偏虚 还有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些东西偏虚 包括依法治国 因为他很难做到 但是他最后的这三个 就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然后之后就叫 协同推进人民赋予 顿好国家强盛 顿好中国美丽 就是说前面等等等等 一大堆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协同推进人民富裕 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这三件事 那么他就把人民富裕 放在了第一位 也就是说 均贫富这个事 对他来讲是第一位的 均贫富不对 均贫富不客观 这是我们开玩笑说的一句话 叫共同富裕吧 是这个词吧 共同富裕 对 就是他确实是看到了贫富差距 带来社会的动荡 对他的政权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那么国家强盛针对的是什么 国家强盛针对的就是外部环境 就他把外部环境呢 就是他认为内部的事情 还是要优先于外部的事情 这是我读出的一个信息 那么第三部呢 叫中国美丽 中国美丽 这是一个环境治理嘛 这是一个环境的治理 他放来了一个第三位 那么这体现了 如果啊 如果 当然这个如果是几乎百分之百 可以确定的了 就是二十二大的时候 习还会继续连任吧 对吧 那么如果他连任的话 这就将是他执政的重点的一个顺序 也就是说 从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 也好长时间没出国了 也非常明显 中共的思路就是 我只要把我内部搞定了 外部他认为问题不大 或者说换一句话说 他认为对外部 他能主动去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所以呢 他把精力放在内部 其实我认为这是对的 美国也是一样的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 谁先把自己的内部搞定了 谁就赢了 这两个国家现在赌的是什么 赌的是谁先乱 赌的是谁先撑不下去吗 对吧 对这个是我看到的 其他这份报告呢 就没有太多的 我认为 我自己比较 感触比较深的了 就是这些 不次以外就没有什么了 刚才讲了嘛 这个政党是什么很重要啊 就他提了一个问题 要全党要牢记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这个问题 那么我呢 读出的感觉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 唠唠一遍 我读出的是 我认真学习之后的感受是 中国共产党是个马克思政党 这是这份公告告诉我们的 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呢 要干的是两件事 民族复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民族复兴 大家好理解 我们体现出来 就是他讲的共同富裕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怎么理解呢 那通俗的理解 就是我要做老大嘛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更容易听得懂 就是我要做老大 因为只有老大才有 才有才有这个必要 去建立这个东西 我感觉这个环境 其实排的次序已经非常高了 因为能排到那个第三嘛 对 他排出来 其实从这个再抽象一点看的话 等于说是列内功 然后修内 域外 修内域外 持续发展 发展 对 是这个顺序 发展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发展和增长是两个概念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对的 中国现在从他对GDP的淡化来看 他也明确的告诉了世界了 我已经不追求增长 我追求的是发展 发展和增长 可真的是两回事 因为这个报道 您这么一解读 我就感觉 我不专业 我希望和平先生能解读解读 他是专业选手 是吧 那到时候再去看看节目 我没看 我只是这么一说 因为他号称是中国问题专家 这个报告就是要像 就是像您这样的人来解读 就是就可以听起来 就是可以听得出 叫什么 叫于无深处听惊磊吧 反正就是能听出这种效果 但是就是自己去读 读出来 美方解读这份报告 是有能力的 说实话 是有能力的 其实我刚才解读的方法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用的就是美国人的解读方式 但是我不知道 何先生会怎么解读 中方现在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谈谈台湾问题吗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